非常不透明 第二個就是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 然後這一張圖是他們的巡守隊 每天都會去排拜 那他們看到的東西他們會進行在這裡 然後去通道給EcoLive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 他可以檢測PH值 就是酸檢值 EC就是導電子 然後DO融氧跟ORP氧化還原程度 那就是他 其實他檢測到的資料更是不透明 為什麼 就是 至少 就是 他檢測到的資料 就是他其實是直接傳回政府 他並沒有就是對外公布 像我們剛剛看的那些就是監測 監測站他其實是非常普通的監測站 他大概一個月才會去監測一次 那這個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 他其實有中一個 叫做 有中一個無線的那個接收器 然後 他每當測到一個 就是不正常的數值 他就會隨即反應給中央 甚至反應給地方政府 那他是不透 那所以 里長就是說 日光他其實可以不用 不用就是 不用就是提供一些錢 就是補救錢給大家 其實他其實是可以 就是做一些具體的補救措施 就是 裝10台監測系統 或是 我要這邊強調 一台監測系統 就是 太陽能水質監測系統 就是100萬 對 那他剛剛說要 30年捐30 那這其實才100萬 那 第二個就是 成立後進西環境委員會 然後還有架設顯示板 隨時呈現監測數據 他其實就是 反應到那個 資訊不透明化的問題 那第二 第四個就是 就是 以回饋社區 就業取代 金錢的補償 因為這個社區 他人很多 所以他失業的情形 非常嚴重 所以 就是他其實 就是可以用 回饋社區就業 來取代金錢的補償 那 聽電菜地的心聲 就是剛剛有講 有講到一個 也很勃勃的 就是 他常常會發出怪異 或怪異的顏色 或是臭味 那其實 主要來的都是 就是人大農業區的電鍍廠 螺絲廠 和化學販廠 那所以他們 排放的廢所 就是就假愛 對 然後 男子加工區 他其實只佔一小部分而已 然後他必須從人大農業區去做 根本的改善 所以 期許 希望 就是 我們期許他 歐盡熙 能夠維持 現在 就是 逐漸改善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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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步 一個步伐 然後 我們希望他 就是 能夠 就是那些 加工區 或是工業區 他能夠繼續 就是去 管制好他的 那個 汙水排放量 那期望呢 就是 我們期望後進西 他能夠像 愛河一樣 愛河是一個 整治相當成功的例子 等一下我也會報告他 那 我希望他 成為第二 第二個高雄的愛 那 以上是我的報告 我是台灣新年氣候聯盟 的 亮眼 謝謝